上半組的抽屜已打開 各種瓶瓶罐罐 成分功效不同的保健食品 一天還要吃上好幾顆 葉黃素 益生菌這樣 膠原蛋白 骨頭的那個嘛 我也鼓勵 類似電視有在廣告 不少人以為保健食品 就是健康食品 難道吃下肚了 就真的能健康了嗎 其實兩者並不同 像是益生菌 B群維生素C 膠原蛋白 蔓越莓等等 這些保健食品 瓶子上都只有標明食品 沒有胃腹部認證 不能宣稱有護肝 抗疲勞 延緩衰老等療效 並非健康食品 而健康食品的話 大家可以認明兩個 如果看圖的話 就是看小綠人標章 那如果是看字的話 您會看到胃屬健食字號 至於健康食品 又分為藥字號 跟胃屬健食字號兩種 藥師揭秘 由藥字號的屬於藥品規格 功效更上一層樓 魚油及紅麴也是健康食品 包裝上有小綠人標章 同樣有胃屬健食字號 超商貨架上品牌綠茶 優肉乳包裝上印有小綠人標記 同樣是健康食品 民眾購買前多注意 才不會保健食品和健康食品 傻傻本不清 記者黃小鳳李雲杰台中報導 綠豆磨成薑之後 倒在煎台上中間打上蛋 接著鋪上蔥花等配料 再搭配招牌脆餅和獨門醬汁 天津的特色小吃 煎餅果子 蜥蜜滿滿人潮 一口咬下超滿足 老闆還在家務表上第一行標明 自備雞蛋可以省十塊錢 如果用兩顆蛋的話 口感更佳 就有民眾拿鵝蛋 甚至拿了鴕鸟蛋去 超級吸筋 炒飯加上配料調味 不斷翻炒香氣撲鼻 金黃色的蛋就是炒飯的靈魂 但現在雞蛋真的很難買 業者想出其招 只要民眾自備雞蛋來 就可以折價十塊錢 像是蛋炒飯折價之後 就等於只用四十元 我還是會自己帶 因為現在物價也算是很高 然後雞蛋也算是蠻難買 剪十塊錢 對消費者來說 基本上應該是 會稍微划算一點 因為蛋交不太大 因為我們店的話 蛋的用量會比其他的還要大 乳肉飯上鋪著滿滿兩顆半熟蛋黃 這間位在新竹的乳肉飯名店 招牌就是這波把雙蛋黃 但因為蛋商沒辦法 如期供應雞蛋 店家只能決定 從三月六號開始 先暫停營業十天 國外去考察一下 看看人家國外是否 神也跟我們一樣缺蛋 如果沒有蛋的話 可以再做哪些 這個剩餅出來 全台陷入缺蛋危機 餐廳業者一天用蛋量很大 每一顆蛋都很珍貴 但沒有雞蛋也只能出奇招應對 希望客人不要流失 記者高雄台南新竹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沒有藥害救濟 尤其是二歲以下 孕婦不得使用 毒品尿檢可能呈現陽性 職業軍人要特別小心 在不正當的使用 比如說十核二十核的 這種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很有可能會造成 這種毒性反應 除了日版感冒藥 致命止痛藥系列所含的正義劑 可以疏解緊縮型頭痛 但台灣禁用 當然就沒有藥害救濟 副作用造成嗜碎 騎車開車藥腳型 還曾經出現血小板低下 導致流鼻血 其他還有像是日本胃散 用來中和胃酸 但含有強減碳酸氫鈉 不建議每天用 小紅眼眼藥水 不可以連用超過七天 以免發生反彈性沖血 眼睛更紅 但就怕跟日本感冒藥搞混 台版藥廠發聲明 符合法規 不含禁藥 不會成癮 民眾到日本狂買藥 覺得藥下好也不能狂吃 以免禁藥吃下肚 恐怕傷身 既有今天從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